关于大一石荆州 不仅使诸葛亮的龙中队变得无效 也破坏了刘备恢复汉室的希望 刘备因此愤怒地进攻吴国 结果在怡陵遭到失败 进一步加剧了蜀汉集团的困境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三国历史资料 就会发现失去荆州的责任 并不完全归咎于关羽 谁能预料到刘备的旧地 无论是大舅哥还是小舅子弥方 会背叛并投敌 谁能想到刘备的羊子会坐视不利 谁能想到刘备的堂兄孙权会暗中算计 关于失败于荆州 并非因为他没有战斗能力 实际上他在之前的战斗中 表现得相当出色 他用水攻击败了欺军 俘虏了于晋并斩杀了庞德 威震滑下 还俘虏了三万敌军 只要给予足够的时间进行整训 他可能成为一支有力的军队 在公元前五百年 吉鲁定公十年 孔子被任命为代理相国时 说过一句话 我听说 从事文学的人必须备有武装 从事武士的人必须备有文化 古代诸侯出征 必须带有官员随行 请安排左右司马 孔子是一位勇敢的人 如果讲道理行不通 他也会动手 即使是强硬的子路 也被孔子教育的服服贴贴 这可能不仅仅是凭借道德来影响人 孔子是文圣 关羽是武圣 孔子住有春秋 关羽阅读左传 两人都兼具文武才能 是当时的杰出人物 对孔子的质疑声音有一些 但不是很多 然而僵尸荆州的责任 全部推给关羽的呼声很高 但很少有人想过这样一个问题 曹操全力出击 孙权暗中算计 即使刘备的所有人马都在荆州 恐怕也会左置右处 无法应对吧 关羽作为贾捷月前将军 实际上在荆州事务上相当于一位统治者 刘备在刚刚进入蜀地时 任命赵云为刘迎司马 这是一个明智的安排 赵云勇敢而稳重 与关羽和张飞的关系良好 有赵云镇守公安 关羽在相反前线就可以无后顾之忧 刘备率领旁统 黄中和魏延进入川地 声称是前来援助刘章 但实际上是为了夺取地盘 这一计谋被识破后 他们只能采取强硬手段 夺取了西川 因此诸葛亮 张飞和赵云都被调往西川 关羽没有其他能够引起 他重视的文官或武将 关羽反对刘备收养刘家外甥 作为养子 并且失去了弥方的亲戚 弥妇人并没有死于长板坡 关羽从曹营逃回后 刘备的夫人和儿子都没有逃脱 他与代理州长潘迅的关系也不和睦 文官和武将之间的矛盾 是正常的情况 武将喜欢战斗和立功 而文官则需要处理粮草和兵源的事物 难免会发生一些摩擦 然而 这种矛盾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尤其是在名义上 由关羽管理的荆州 是因为刘备在那里安插了太多的人 这些人有时并不给关羽面子 刘备有他的考虑 关羽也有他的困扰 这让我们想起孔子的一句话 从事文学的人必须备有武装 从事武士的人必须备有文化 关羽毕竟是人 而不是神 让他在一群制约他的人的帮助下 同时面对曹魏和孙吴的佳绩 即使是伟大的将领 也会束手无策 恐怕只能放弃荆州逃走 归根结底 关羽失去荆州 是因为他没有一个好的合作伙伴 弥方 刘峰 潘迅和世人都不是可靠的人 与关羽甚至连面和心都不合 他们之间的矛盾已经公开化 以中天先生说关羽是镇守荆州的最佳人选 张飞 赵云和魏严都无法胜任如此重要的职责 我非常同意这一观点 我希望刘备能为关羽安排一个得力的合作伙伴 这样即使关羽在湘凡前线失败 也不会失去大本营和全盘结束 考虑到文武兼备的要求 我们仔细思考后发现 诸葛亮是最合适的人选 至少有三个理由支持这一观点 首先 诸葛亮在西川没有重要的任务需要负责 湘凡战局紧要 刘备已攻下汉中 并自封为汉中王 诸葛亮担任后勤军师中狼将的职务 经济方面有刘八负责 军政方面则有法政担当 刘备似乎更加信任法政 关羽的失败主要原因是 后方补给不稳定 粮草不足 在诸葛亮管理荆州期间 他作为军师中狼将 负责监管三郡的赋税 有诸葛亮在荆州保障供应 关羽就不会因为多出三万人口而无法养活 从而激怒孙权 具体来说 在二十四年 关羽围困曹人于襄阳 曹公派遣左将军于晋前来救援 然而汉水暴涨 关羽派出周兵 俘虏了近等步兵和骑兵三万人 并将他们送往江陵 但并未攻下城池 由于粮草不足 关羽擅自取得相关的粮食 孙权得知此事后 随即行动 关羽对待士族很好 但如果士族没法得到足够的食物 就无力战斗 如果家属落入吕蒙之手 就会丧失战斗的动力 因此 关羽最终痛苦的发现 他的大部分部队并非战死或被俘 而是放下武器投降的 汉中和西川已经稳定 荆州成为最前线 为了加强荆州的防务 并改善文武关系 刘备必须将诸葛亮派回荆州 这是第二个理由 尽管关羽的职位更高 但他非常尊重诸葛亮 通过一封信 我们可以看出 关羽对诸葛亮的尊重 先主西定一周 任命羽为荆州事务独办 当时马超前来投降 虽非就有 关羽给诸葛亮写信 询问超是否与其他人才相比 诸葛亮回信中说道 孟起马超在文武方面都有才能 勇猛过人 是一位杰出的人物 与情部 彭越等人相媲美 但还不及然须知 绝伦一群指 关羽的境界 关羽以其虚然为美 所以诸葛亮称他为然 关羽读了这封回信非常高兴 向丁克展示 为什么关羽会写信给诸葛亮 为什么看到关羽的回信后 他如此高兴 关羽的反应已经解释了一切 在刘备的团队中 如果要找一个能与关羽 进行良好交流的文臣 那非诸葛亮莫属 诸葛亮和关羽 都以复兴汉氏为使命 两人都有卓越的文化修养 彼此有着更多的共同意言 因此 诸葛亮说话时 关羽肯定会给予面子 关羽并非自己主动挑起相反之战 而是因为曹仁和庞德 攻占了原属关羽的晚成 于晋率领的七军三万人 气势汹汹的前来 关羽不得不应战 于小说中曹操指派庞德为于晋先锋不同 实际情况是庞德在于晋卫道之前 就与关羽交战 当时侯殷 魏开等人背叛晚成 庞德率军与曹仁共同攻占晚成 斩杀了殷 然后南下屯兵于返城 讨伐关羽 后来亲自与关羽交战 射中关羽的额头 诸葛亮在龙中队的基础是与吴国结盟抗击曹操 这也是他与关羽合作的第三个理由 诸葛亮与孙权建立良好关系的同时 也会密切关注东吴的行动 诸葛亮是联吴派的一员 而联吴的最终目标是消灭曹魏 因此联盟只是暂时的 必须保持警惕 诸葛亮一生谨慎小心 不可能不对未来必须吞并的盟友孙权保持警惕 在三国时期 亲戚关系是最靠不住的 虽然曹操孙权刘备都有一定的亲缘关系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的严重冲突和流血厮杀 诸葛亮与诸葛锦虽然是亲兄弟 但他们各自为各自的主公服务 同时也为家族的三方势力做出贡献 曹魏还有一个诸葛蛋 基本上不可能背叛自己的主公 因此将诸葛亮派回荆州 并不需要担心他会去东吴投靠兄长 甚至可能从中获取有用的情报 刘备是当时的英雄人物 他考虑问题可能更加周全 因此他没有将被认为是 荆州门法的诸葛亮派回荆州 读者们可能也曾为刘备提出建议 既然关羽难以控制 为什么不将他调往成都 既然对诸葛亮不完全信任 为何不让庞统留在荆州辅佐张飞 是否可以让赵云或法政与关羽交换位置 以加强管理 如果庞统没有随刘备入川 那么在洛城攻坚战中 他也就不会被刘氏射中 这可能会对三国历史产生影响 庞统在军事能力上很出色 而且善于制定奇特的计策 这也是他不能与张飞搭档的原因 如果张飞成功水淹七军并俘获三万曹军 再加上荆州至少还有三万人嘛 他们两个一喝点小酒 很可能直接冲向长安 形成巨大威胁 赵云和法政当然也不适合搭档 法政行为不端 赵云过于正直 这在三国之中都有记载 法政经常胡作非为 赵云肯定无法容忍 如果等不到曹操和孙权来进攻 赵云和法政很可能会先开始内斗 既然赵云和法政合作不可行 庞统和张飞也不太合适 那么除了关羽和诸葛亮这对文武组合 还有其他哪两位文臣武将 可以确保荆州不实呢